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我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孟柏对阵俄罗斯选手奥尔加的比赛 孟柏曾获得勇斗士冠军等等 孟柏曾连续掌获13年胜 也被全民们誉为不败女王 而这个奥尔加虽然战绩只有五战三胜 但是战斗民族的血统也是不容小事的 赛前在称重话不会的时候 奥尔加就已经身体贴着身体相互挑衅 赛前当裁判在介绍注意事项的时候 奥尔加更是以嚣张的眼神怒势相对 这种暗门的眼神已经激起了孟柏心中的斗志和怒火 比赛开始后 孟柏先是发起猛攻以连续重拳暴打绿色 不过奥尔加也毫不失落以扫梯还颜色 接下来奥尔加马上长头暴在一起 在此过程中孟柏以连续凶猛的鼎息暴地绿色 而后奥尔加以凶猛的扫梯回击孟柏 接下来奥尔加在此长头暴地绿色 紧接着孟柏以凶猛的鼎息暴地绿色 而后孟柏抓住机会将奥尔加暴摔倒地 不过奥尔加也很顽强站了起来 然后将孟柏渐渐逼到了龙边 接下来奥尔加马上进行了激烈的龙边缠斗 而后孟柏很快抓住机会将奥尔加暴摔倒地 在此过程中孟柏以重拳暴打绿色 不过奥尔加也在做着拼命的反抗 接下来奥尔加想用脚将孟柏蹲开 不过孟柏又在寻找着更好的进攻破绽 孟柏无法招架只能拼命护住自己的头部 最终孟柏抓住机会以连续重拳直接KO对手 赢下了比赛 裁判都看怕了马上推开孟柏 全场比赛下来奥尔加孟柏仅仅又时不到 一个回合的时间就将对手打产KO了 只能说我国的孟柏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尼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